在我们赞课影片开始 请同学们帮 Kevin 老师一个小忙 协助按一下订阅频道 那订阅频道之后呢 你就可以及时收到 Kevin 老师的影片通知咯 好 就在右下角按下去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帮我按个赞 左边这边 当然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 Kevin 老师 您的任何的留言 Kevin 老师都会用心的看过并回复你哦 那希望我的课程对你的日文学习有帮助 好 那接着我们正课开始吧 加油 好 来 那现在先我交给我们那个黄老师来盖导音信报表 来来来 黄老师交给你 我来来来 黄老师交给你 来来来来 黄老师 来来来 来来来 黄老师 交给你 我来去后面交给你 今天哦 其实哦 Kevin 老师 我这个歌时的时候 我出门的时候 我会讲这是什么歌 其实这个中文哦 我在日本常常会交给我们的唱 结果啊 原来是月亮再给我们的心 这日文啊 我还没唱过哎 什么月亮呢 所以我刚刚来想到 原来这一首日文版 我今天才真的是第一次让我们一起 刚刚 Kevin 老师已经解释他的那个意识 那我们大家呢 你要音乐吗 不用 请唱吗 你要音乐吗 要音乐啦 好 来来来 音乐啦 我们就一起 那我们大声唱 因为这个音乐大家应该一定很熟悉 就是邓丽君 对 大唱的 好 来哦 好 我们带大家一起唱哦 大声唱哦 对吗 不知道一起唱吧 给大家唱 momentum 哦 我们呢 听기� « 想反洋批き好则ある你们3 我都在你啊 大切的貓 我都在你啊 我都在你啊 好 因為時間很安心 還要繼續忙嗎 沒有啊 就想說前面期待 教各位去抓那個天后 或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那前面这个其实这个层头啊 就是月亮代表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你要看着这个歌词 你怎么样跟那个旋律凑在一起 就像我刚刚看到的 月亮哪边要切 像那个第二句啊 第一句开始 通常有的时候会有那个音谱啊 因为这边没有音谱 我们就是要旋律要先去系好 因为旋律有时候那个 日文歌词你要对 因为他每一个发音跟你的那个音谱 所以要音谱比较好对不对 对 那有幸福喔 我就等一下 那有幸福才对了他的音谱啊 高音低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 月亮代表我们都会差 但是日文的时候你哪里要切 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很努力的 你们在哪里切 对 对 因为跟学生这个不一样 对 所以我刚刚才讲过 我有学过 对 因为你的歌 因为不同语言 对 它在切诺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其实很多啦 就像哪达搜搜 有没有 哪达搜搜它是陪我看日珠 对不对 对 那陪我看日珠的中文 大家会唱 但是呢 哪达搜搜 你要切的时候 当你日文的歌词跟你的音谱 你要切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歌 所以 我就是大概解释 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请问一下 是不是一定要看得懂 五线谱才可以学会唱歌 不一定 不一定 有些人不习惯看 有些人习惯看 有些人我不看 我就知道我要先学旋律 然后就跟他唱就会 所以每个人的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我常常跟学生说 以你最好学的方式 就像你五十音 我有一个学生喔 他是五十音都不会 我让他可以唱出一首歌 然后他可以唱得比 会得还好听 因为他本身音感就好 那五十音不会 但是我给他脖子 或者是注音 肯定他喜欢唱的 我就想办法让他可以唱点歌 因为我要达到他的目的嘛 那他如果翻译他不懂 可是可以达到 他喜欢唱演歌的人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然我希望大家都 都懂那个翻译 因为我在教演歌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那个 韩译 但是我会像 看到老师讲的那么细的文版 因为我唱歌的部分 我会留比较多的时间唱歌 因为我讲太多 学生会说 老师我要唱歌了 不要讲那么多 然后我就会 哦好好好 我就会赶快停下来 好 然后演歌这一块呢 其实每一首歌 我都会教卡拉OK都有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在家里也可以唱 在外面也可以唱 因为大家都会去旅游 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都会有那个 哎 救护团啊 很多 怎么去 反正很多那个 领游活动东西都会有很多活动 我知道 每次上课 要是 我今天请假哦 我明天请假 我要去旅游 都会有很多 然后他们都说 老师 你可不可以教音源的歌 卡拉OK的 我觉得会教音源里面有的 然后我都会挑 台湾有翻译的管理老人 然后大家都比较熟悉 比较好学 这主要是我教学的一个方式 好 那歌词我一定也会像这样子 好 像佩伦老师这样给 但我不一定会给音符 因为有些人 一半以上是不太音符的 好 据我的经验 所以我会 但是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会 我会做比如说 要的举手 就硬几份 那音符的部分 因为我也要查 我也要找 因为我 我本身我没有做音符 那歌词我也是自己 自己打 我会打 那个是大大的 跟Camp老师一样 做不过打 胖胖子 那那个胖胖子 真的吗 你是教日文 没有日文的歌曲 对对对 我主要是唱歌 那我 但是唱歌之前 我一定会 我会在第一堂课 我会先解释他的含义 但我会讲到文法 因为讲到文法 大家可能会 没时间唱歌 嘿 嘿 就是我的 我的方式 好 那唱歌 那我会具体带 好 那当然我会 要求学员就是 不会唱没有关系 唱错也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就是开心唱歌 那请问老师 如果是你教唱歌 是你有带 一辈子前是直接用这个 哦 有卡拉OK 然后我自己也会带 喇叭麦克风 要看场地 像这边有卡拉OK的话 那就更方便 对 那下次可以这样子 文晴老师带 文晴老师带 文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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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都会 我在上课前 我都会先给学员说 我会先给他 因为我要教想歌 他们先在家里听 然后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 然后先 然后在家里 不会唱就关系先听 是一首些音乐 学日 对 然后上课的时候 他们会比较快 就是 介入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教法 老师那如果 我实音都不认识的话 那你这样学字文歌 那我就会特别 特别为他把脖子 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 能够帮助他 可以唱出一首歌 对 对 应该可以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的课程 主要是 我给他唱歌 对 我会很会教 所以我一直说 因为唱歌 我教你意思没有做 可是我唱的更好是更好 对 所以我今天是在 带带王老师过来 再让各位提醒 以后我们下一集 如果去上课 是不是 我可能就是 歌词交完的时候 这点是王老师 来交发音 对 这样我感觉会更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文法 其实并不是重点 我们还是 心中学嘛 对不对 歌词还是会 但是还有所谓的文法 会话内容 因为毕竟去日本 就像我唱 你一天啊 所以上去去 所以我后面是 今天会邀请 阿拉三次 让各位感受一下 对 我们教你歌 跟日文的文法 合在一起之后 让课程比较好 也是这样子 对 但是文法要会更好 歌会上又更好 要好上加好 对 所以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 啊 人家深奥的意思 是什么 然后你唱出来啊 因为演歌 他就是有一种情感 对 还有什么思念啊 你有没有看到他都是 啊思念啦 等轻啦 分离啊 你看 那都是这里 内容都是这些 所以演歌的特色 跟流行的曲 不一样 而且演歌 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不退流行 他真的不退流行 怎么唱就是唱 唱不赖 哈哈哈 演歌很好听 对而且演歌真的 他怎么唱都是好听耶 有点都是 什么样就是 怎么讲 就是会一直唱下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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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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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敢唱 唱错没关系 就是慢慢学 我以前是讲话的 是坐在那个高山 最爱有人不认识我 我那时候我突然间 哇好像噩梦一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活动我就去 那我要跟同学去吃麦当劳 然后就开始就会跟就是出去互动 然后慢慢慢慢就因为 生活啦磨练 磨练很重要 那我去日本之后才开始打工 然后日本人最爱的吗 唱歌 我是这样唱歌起来的 所以我一开始我不是很会唱歌 我是慢慢慢慢就跟着唱 然后变成喜欢唱歌了 就是我是这样唱起来的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兴趣乐趣 然后现在我是希望把这个唱歌啊 就是带给大家一个健康 因为唱歌 你们觉得它的优点在哪里 对我量 对我量 对不对 唱歌会不会用到嘴巴 对 那唱歌会不会用到耳朵 对 唱歌会不会用到眼睛 对 你要看歌识对不对 那你唱歌 因为演歌有一个很特色的就是 它是比较有日本传统的文化 所以他可能会穿着和服唱歌 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会有一点姿势 那你是被动到手跟脚 看一整个 不能跳舞啊 对平单的啦 但是我们有表演 我们有唱耳朵表演 哦对 对 对 上次老师 有个都是老师期盼的 好 那你看 五分都用到了吗 有哪个没用到的 眼睛嘴巴 耳朵 鼻子 我们是不是要呼吸 我们唱歌是不是要换气 对不对 都用到了 那你看 我们这是日文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要用到动乐 用脑去记日文 当然是唱歌 所以脑也用到 这是不是很健康 好 所以这是我对联歌教唱的这个 一个我的理念嘛 那我希望就是 然后我们也能够 朝这方向 都会更多人 唱更多歌 好 这是我今天 想要表达的 那我们小老师 那如果下一堂课 我们如果真的要唱这课 要准备什么 比较好 要准备什么吗 我们想就是这首歌嘛 对不对 我还要准备歌谱吗 还是要五线谱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这是音词哦 我 五线谱我知道 但他 五线谱是很多种嘛 对 现在指头是什么节谱 节谱 一般 一般大都就对了 数字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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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接受无线谱 不让这样 没有没有太无线谱 那个看完了来不及唱了 没有 那个来不及了 那个是给人家观众看的 对对对 一般是数字阴谱 数字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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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会有那个 一二三什么五六七的那个 那个就是 数字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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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因为像 那假设一个班级 现在几个人 可能有一半他不看 他就是一个人 其实一个人 如果是教老婆的话 你会剪谱 对真的是不用 因为他听 对对对 就用全力去气 就可以了 像我 我反而 用那个数字 我忙更慢 不要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 音乐重复 对 一直重复 reteen的一起去听 一直听 然后让大家一直重复的 学 重复的唱 然后慢慢的 对 对 当然有些人技巧的能量 那种太好 所以但是你只要先 会唱出来 不要求 让大家轻松的唱 如果你要教到那个 哎 所以我这边的目标 不是说要大家 一定要唱到像歌星一样 不一样 有些人是会兴趣啊 喜欢来唱歌 是 对对对对 所以是以一个比较轻松 没有压力的方式来唱歌 对 所以我大部分 如果有数字跟那个音符 有我就会硬 没有我就没有硬 对 对 所以我大部分 对 所以没有说一定要 但是一定要 一直重复的听 因为学乐很重要 要一直听 然后你才能够唱 所以这个哦 其实都听 慢慢的多练 要多唱 我常常跟学生说 哎 你们不是说只有在上课的时候唱哦 哎 就要复习 在家里 炒菜的时候 你也要跟歌啊 你们那随时啊 你走到哪里 你和你们都是 哦 都是可以去记忆的 他一直都可以 对 这个是一个方式 你看如果说 我现在讲 因为 歌词那课 课得懂 也会念的 那在唱歌当中 你的有老师来叫你唱歌 你唱歌 对 然后又有点心得懂 哦 我觉得这样很棒 对 这样 你看 这边就可以学 学 哦 预言 那像这个另外 这样你就不会时间太 就是 那老师没有那么多时间唱歌啦 那我这边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讲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人可以把它 呃做两个步骤 对 两个区块 好 那最后十分钟 你可以向黄老师 再带我们稍微唱一下吗 可以可以 那我再放一次 再放一次吗 是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注意他的音调啦 或旋律之类的话 因为这个他的转音没有很多 因为他是奔利去唱的 他的歌声就是比较 优雅啦 跟那个演歌的那个 呃要很 转音的那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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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愛大切なあなたへと 届きますように あの時 触れた瞬間 生きる恋をした 二人がいたの 友だり 遠くに 帰っても 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ない あなたへの思い おー ごいよ 吼オ 挨るほう よもー 挨るほう 早速ここでお集まり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それからどうですか もっといいな そのことができる 是幾個天啊 對啊 我剛才才跟會長說這樣有看好嗎 有啦喔 會長頭喔 沒站起來就好 你站起來就跑喔 旁邊有點害的 你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